由于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 中国云南省巧家县 是中国最早进入夏季的地区之一 每年五月 数万只利猴蜂虎会从遥远的海边飞来这里 数千里的长途跋涉 只为了一个使命 在这里繁育后代 在中国境内 分布着七种蜂虎可鸟类 猎猴蜂虎是其中一种 因为猴布的绿色羽毛而得名 艳丽的羽色 让它有着最美鸟儿的称号 在中国猎猴蜂虎仅分布于西藏东半部 四川南部 云南 广西及广东 云南巧家 是猎猴蜂虎最大的繁殖地之一 这里河谷深切 西南季风可以长驱植入 带来干热 形成特殊的小气候 夏季高温低湿 炎热少雨 但金沙江的水源 可以滋养河谷两岸 今年累月的冲刷和沉积 在河谷两岸 形成了数百米高的泥沙崖壁 这是猎猴蜂虎们的产房 在猎猴蜂虎的世界里 熊鸟必须要有担当 每年的迁徙 一般都是熊鸟先行 先到 这是第一批到达的一群熊鸟 它们身强体壮 在迁徙中遥遥领先 就是为了占据最好的筑巢点 有一处好房子 可以让它们在追求配偶时 更顺利 朝南偏东方的断崖面 是它们居家最喜欢的朝乡 这里有最充足的阳光 给潮区带来更多的热量 为肤卵和小鸟健康成长 创造良好条件 位置也是它们需要考虑的 崖壁的中间 是整个潮区最安全的地方 能够在这里筑巢 是一种能力的象征 随着一些年老的 和刚成年的熊鸟逐渐比达 崖壁可供选择的筑巢点 也陆续分配结束 接下来 所有的熊鸟都在耐心地等待 十天后 此鸟们陆续到达这里 崖壁前即将开始一场 集体的相亲大会 在这里找到熙鸟的另一半 然后一起抚育儿女 直到孩子们能够独立生活 这就是历后疯虎归来的全部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